shore investigative 今天的主題是 簽筍的大小事 世面上有很多種簽繩 那你會想說我到底要買哪一種 噴沒子 ビ 像全饗的還是說胸背 那胸背又有分前叩次 後叩次 或者是很多條繩子的那種 有點像傀儡式那種感覺 那我今天會一一介紹 各種簽繩給大家 那跟大家說優點與缺點 没有说一定哪一个牵绳是好的 那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象圈式的 然后扣在这边 这个的优点是狗狗可以敏感的感觉到 你牵绳在拉扯的时候 这边脖子会有力道 那你如果往左拉往右拉狗狗会比较容易感觉得到 比起扣背的狗狗会比较敏感 但是这个有一个缺点是紧急情况 你如果突然拉扯牵绳狗的气管这边可能会受伤 像有一些犬种 像小琴犬的气管就比较细 它可能就是会因此而受到压迫 那眼睛也有可能会升高 这样可能会造成青光眼 那我今天不会介绍P字脸 大家知道P字脸吗 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我个人是觉得你如果要用这种象圈式的来遛狗的话 也是可以 但我个人是比较不建议 因为刚刚那些原因 那如果说你家的狗狗是松绳水形的话 我个人是觉得用这种象圈式的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再来是这个基本款的胸背 我把它扣起来给大家看 因为这样看不太出来 它的话扣起来就是长这样子 这个它的牌子是 Tails and Me 就是尾巴与我 这牌子我还蛮推荐的 这个不是业配 而且它这边都有设计这个 可以让你扣上其他的一些小装饰品 那我个人是觉得 其实千层就是越轻便越好 当然这个的话就是头在这边 然后身体在后面 这个有一个缺点是它会这样子的晃动 像这种的啊 它下面就是有一条线 那就可以固定住狗狗 这两款我是觉得都差不多 那再来给你们介绍这一个 这个比较特别是熊爸跟 Pee Park他们一起联合推出的 这个也不是业配哦 我扣起来给大家看 那它扣起来的话就长这个样子 狗狗的头在这里 然后身体在后面 你可以把千层扣在后面的地方 这样子的话就变成熊背 那如果是扣在前面的话 就是防暴冲熊背 物理来讲 如果狗狗要这样子向前冲的话 那它会转向 所以就变成说它没有办法暴冲 它没有办法暴冲 那这个可以在PC后买得到 你就打Pupup bear就可以搜寻得到 这一个真的蛮防暴冲的 因为我试过我们家小宝 它在往前的时候 如果它真的冲得很快 它其实是会转向的 而且它的转向是整个 转过来等于狗 原本是往前 然后面向你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 你可以两个都扣 那就可以有两条千绳来控制狗狗 它如果它暴冲的话 你就拉紧前面这条千绳 如果它没有暴冲的话 是松绳水线状态 你就拉后面的这个千绳 所以这个算是比较可以控制狗狗的 然后随便跟你们分享这个 TELS&ME的大狗的胸背 它也是就是扣在后面的 当然我喜欢它的这个颜色 给大家看一下 它们家都设计这种 就是超美的双色 然后像这种千绳啊 只要99块 其实是比较没有安全性的 我会不建议大家去买 一方面就是过洗啊 然后一方面就是 它这边 它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夹着这样子而已 那再来是千绳的部分 这一款 它也是就是TELS&ME的 它们家的颜色都非常的好看 这个是小宝的千绳 它也有出这个粗的这种的 那我会建议你看有这么多的宽度 分别是小型犬 中型犬 大型犬 不要你养的是小狗 但是你买的是这么粗 因为同时呢 这个扣子也会非常的重 那狗狗会不舒服 然后这一坨呢 就是长千绳 超级无敌 长 我忘记是几米了 这种千绳就是拿来训练户外的换回 但这个有个缺点是 它的扣环真的爆极大的 所以小型犬就没有办法使用 但是你也可以买到像这样子比较细一点点的 然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下 这尼龙布 我会比较推荐 因为这个就不割手 如果狗团爆冲的话 你的手也不会受伤 我不建议用那种铁链啊 或是用有一种先生 它是这边有弹力带的 所以狗狗在散步的话 它可以偷偷爆冲一点 偷偷爆冲一点 那其实你们如果看过我之前的影片 就会知道说 这样子不太能够敏捷的训练狗狗 松神水行 那还有一个是这一个 大家都应该看过就是伸缩牵绳 松神水指 它可以拉到非常非常的长 那狗狗可以自由的这样子左右移动 那如果你要固定长度的话 那就这边按一下 它就是固 它就是固定的 那这一种的话就是有出细线的 我不太建议大家使用是 它会割伤手 或割伤狗狗 或其他的狗狗 如果狗狗是爆冲的情况下 而且像这个收久了它有时候会坏掉 会打结 然后像这个的话 这个很重 所以我觉得 你用一般的千绳就可以了 那最后这一条是多功能千绳 它有六种扣法 第一种就是一般的扣在这边 那一般的千绳 然后它就可以变成这样子 很长很长很长的这种 狗在公园里面会比较多的 自由活动空间 然后再来是 这样子 短一点的 然后再来一个扣法是像这样子 黑包式的 这边是那个 千绳 那这就是说 过马路的时候狗可以离你比较近啊 或者是 在人群比较多的时候可以使用 那当然市面上还有其他 千千百百种的千绳 你可以自己去挑选 那我会推荐这个黄金组合 就是这样子 没有任何弹性的千绳 再配上一个胸背 虽然说这个比较麻烦 在出门的时候 你要这样套狗狗 但是你用项圈的话 真的我怕大家在意外的时候 狗狗的气管会受伤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 还是用这一个为主 虽然说以这样的扣法 狗狗是非常可以暴冲的 但是我们在训练松绳水型的话 不需要用到拉扯狗狗脖子的方式 来让它松绳水型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OK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大家觉得实用的话 请帮按个喜欢 谢谢大家 拜拜